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 我爱阅读为你朗读 你好我们是李思瑞和李思瑞的妈妈 今天我们要朗读的故事是 纸带公主 伊丽莎白是一位美丽的公主 她住在一座城堡里 穿的都是昂贵的公主礼服 她就要和阿诺王子结婚了 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 烹火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 还抓走了阿诺王子 伊丽莎白决定去追火龙 把阿诺给救回来 她四处找能穿的东西 却只找到了一个没烧掉的纸带 她就穿上纸带去追火龙了 火龙很容易跟踪 因为她留下一条烧焦的森林小鹿 和吃剩下的马骨头 终于伊丽莎白来到了一个洞穴前 洞穴大门上有一个巨型扣环 她紧握住扣环重重的敲门 火龙把她的鼻子伸出大门 说道 哎呀 是一个公主 我最爱吃公主了 可是 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座城堡了 我很忙 你明天再来吧 说完 她砰一声 飞快地关上了门 差点撞到伊丽莎白的鼻子 伊丽莎白抓住扣环 再一次重重的敲门 火龙把她的鼻子伸出大门 说道 走开 我是爱吃公主 但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座城堡了 我很忙 你明天再来吧 等一下 伊丽莎白大叫 听说你是全世界最聪明 最强悍的火龙 是真的吗 是的 火龙回答 你一烹火就能烧掉十座森林 伊丽莎白说 是真的吗 哦 当然 火龙说完 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 然后喷出好多火 一下子烧光了五十座森林 太棒了 伊丽莎白说 于是火龙又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 再喷出好多火 这回烧光了一百座森林 好厉害呀 伊丽莎白喊着 于是火龙又大大的吸了一口气 但这一次 但这一次什么也没有吐出来 火龙剩下的火 连烤个肉丸都不够 伊丽莎白说 火龙 你只用十秒就能绕地球飞一圈 是真的吗 嗯 对呀 火龙说着跳起来 只用十秒就绕着地球飞了一圈 它飞回来时 可真是累坏了 但伊丽莎白又叫着 太精彩了 再来一次 于是火龙又跳起来 绕着地球飞了一圈 这次用了二十秒 它回来时累得说不出话 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伊丽莎白轻声地说 嘿 火龙 火龙一动也不动 它提起火龙的耳朵 把自己的头都放进去了 尽可能大声地喊 喂 火龙 火龙真的累得无法动弹了 伊丽莎白走过火龙 打开门进入洞穴 阿诺王子就在那 它上上下下打量着它说 伊丽莎白 你真是一团脏 你全身都是烟灰味 头发乱七八糟 还穿着一个又脏又破的纸带 等你穿得像个公主再来吧 阿诺 伊丽莎白说 你的衣服是很漂亮 你的头发非常整洁 你看起来真的很像个王子 但你却是个没用的家伙 后来 他们当然是没有结婚咯 阿诺 阿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